我认为,这里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今年5月,已经是第9次来访的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的Cameron Bannier教授,毫无领悉自己对于中心的赞美。 Cameron Bannier教授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阿里斯利高达工业物理化学学院高级研究员,内国物理学会会史,强磁场领域的高端外国专家, 而像这样的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在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也已经成为常态,每年都会有世界强磁场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用我国的大科学装置进行实验,对比较国际,而作为产生强磁场的重要技术之一,脉冲强磁场技术只有磁场强度高,运行维护简单的无可比例的优势。 14年,从提出建议到准备材料,从项目成功获提到工程师工,从正式入驻到接受国家验收,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用了整整14年,这个日子可能比我自己的生育记得清楚,这一天,强磁场中心破土动工了。 14年,说到这儿,刚开始还略显羞涩的胖涛教授眼神中放出了光,七年,从刚开始写材料到项目盲眼熟,整个团队纪念无休,而且准备阶段是无法做成型的成果。 当时的他们都是刚博士毕业的毛头小子,在他们那个年纪,做出这样勇敢的决定,真的很不容易。 可以说是一种信念,只称大家在这里不计名利。 无私不斗,90.6特斯拉磁场强度,位列要周第一,世界第三,200ppm的高稳定磁场,为脉冲场的世界纪录,毫有极电素量和震荡的微弱性好电数运测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家脉冲场磁场科学中心建成之前,我国科研工作者的很多研究大都依赖国外装置,而该中心实验装置高质量,超进度的完成,用中国速度让学者们摆脱了国外实验装置的垄断性地位,为我国一系列纪录和荣耀的背后,是一批优秀工程专家的强大支撑,最近需求,服务国家战略。 如果说国家脉冲场磁场科学中心的建立是一个梦,那中国工程卷院士攀原则是让梦想变为现实的人。 早在2001年,攀原就敏锐地意识到,建设世界水平脉冲场磁场装置的极度重要性,在筹备过程虽有质疑,但攀原和同事们不争,不便,他们知道,日后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证明今天的选择。 和参与引入著名脉冲场磁场专家、团队和新成员力量时,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一行里,他是资格老、成就大的青年人。 回国之前的力量,从前后在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全球研究中心工作,众多研究成果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是什么,让在国外工作一切顺遂的力量,义无反顾回国发展。 学校的诚意深深打动了我,同时中国可以给我提供更高的事业发展平台,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注重国际交流,营造快乐工作氛围。 一回国,力量就把他的三步走战略并做一步开始实施,从刚开始的七八个人,到现在已经拥有一支包括两位国家千人计划,五位青年千人计划,四位江,玉布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助选者在内六十余人,的国际化研究队伍,这得益于力量招兵买马的国际化视野。 队伍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靠的是有可耐人的真心和真正做事的教心,很多归国青年教师的申报材料,都是我们一个字的一个标点符号的,帮他们修改的,可以自豪的说,我们这几年上会的青年兼人申报通货率是100%,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个数值一直波动,这个问题国外从未遇到过。 后来经过反复的检查,才发现是因为武汉气温太高导致,这种问题在国外,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维修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实验室,有工程类学科人才的保障,就能高效地解决,谈到中心的工程优势。 谈小涛说道,据悉,谈小涛负责的控制系统,是让装置动起来的中枢大脑,而强电流,强磁场科技低温等极端条件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极能严格的要求。 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控制系统团队不断攻坚各难,运行之间无一起严重控制故障,现在回忆起来,整个中心只有四五个人,而且都是刚刚毕业的博士生。 在科研道路上,当年年仅二十几岁的他们,还只能算是矛头小伙子,但就是这样一群矛头小伙子,用他们的行动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当年看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我觉得,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说到这儿,理量眼眶的泪水再也奔不住了,梦想炸进现实的背后,是逆风奔跑勇气和不会困难的干净。 对话世界,共享顶尖技术,有底气,小平台与世界共享,有能力,小平台凝聚世界大咖。 自2010年9月起,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便陆续将已经搭建完成的科学实验站对用户开放,现如今中心已经成为一块磁石,吸引着众多世界级大咖,造反正快科研复矿。 诺贝尔掌德主克劳斯冯克利钦教授,美国国家墙磁场实验室主任格雷格伯比卡教授的八位国际知名专家曾前后应邀来华中科技大学指导装剧建设,而中心也累计派出92人次赴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与世界各类优质的脉冲墙磁场实验室形成了人才资源对接。 自2013年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建设完成后,团队一直秉承着开放共享的理念,成要国内外高水平科学家们来登台唱戏,从中心建成至今,他们选择了习惯自己的科研时间来为他人做嫁衣,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无私支持,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才能上演一出出精彩绝伦的好戏。 截至2018年3月,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实验装置,内地开放运行30,722小时,其中对外开放22,700小时。 对外基石共享率,达到74%,一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德雷斯顿强磁场实验室等,国内外62家单位,开展科学研究754项,塞高温超党,错图半金属,分子磁体,石墨烯等企业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在Science, Nature,自开,PLGACS等高水平7K,发表SCI收录论文553篇,相关研究成果。 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也在该领域的话语权有逾越剧增。 2012年7月,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成功承办了墙磁场领域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第十届墙磁场下的科学研究国际会议。 这也是该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2014年,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与美德法党国墙磁场实验室,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墙磁场协会。 中心主任李亮教授成为协会副主席,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梦想的一个影迹。 青涩吞磁,滑霸生长,而满腔晕磁,仍在他们的心脏中跃动,从默默耕耘到世界关注,从后排跟跑到实现并跑,从学习先进到成为先进并与世界共享。 国家脉冲墙磁场科学中心,用中国速度,缔造着属于中国的脉冲墙磁场强度,向世界传递出了属于我国大科学装置的最强音,文字,高翔。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